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好吃的焖咸菜 其实它就是用干菜做的咸菜 做出来特别好吃 在我这边已经涨到60元一斤了 做出来特别香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干菜 今天我用的是干的红薯梗 用清水把它浸泡一夜 让它彻底泡发 再准备两把干的豆角 干菜我们可以准备 自己喜欢吃的干菜就可以了 泡干豆角和泡干的红薯梗是一样的 准备一个大点的盆 加入清水 把它们浸泡一夜 都泡得透透的 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现在我的干菜已经泡上一夜了 像这样每根干菜都很舒展 就已经浸泡好了 再用双手把红薯梗搓一搓 因为红薯梗纤维相对比较结实 搓一搓后面会更好的入味 我的豆角也已经泡发好了 再用厨房剪刀 把长点的豆角 给它分成两半 然后控水捞出 和红薯梗放一起 再加入清水淘洗一遍 我的干菜在晒的过程中 还是比较干净的 在这里我只需要淘洗一遍就行了 然后再用力挤干净里面的水分 水分挤得越干净 干菜才会更好的吸收汤汁 做出来更入味 这些干菜泡好后 重量是一斤 下面再准备一斤半的牛腩 我们先把牛腩切成粗一点的条 大家可以选一块肥一点的牛腩吃 那样会更香 接着我们再把牛腩切成大点的块 全部切好后 把它们放入大盆中 再加入清水泡一个小时 泡出里面的血水 牛腩泡好后 我们用漏勺把它控水捞出 水分我们尽量控得干净一些 因为水分控得越干净 在用油炒时 就不容易溅油 先给它控水半个小时 下面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线椒 用厨房纸擦去上面的水分 如果喜欢吃辣的 就选用比较辣的辣椒 再用小刀 把每一根辣椒都轻轻划上几下 这样辣椒在炒的过程中 就不会爆开 接着去掉辣椒地 再把辣椒分成两段 先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头大蒜 先把大蒜拍扁 再切几片老姜 切成姜丝 最后切点葱花 切好先装入盘中 然后再准备一点大料 两颗八角 三片香叶 一块桂皮 两颗去紫的草果 最后加一把干辣椒 再准备一只空碗 加入一把花椒 如果喜欢麻的 再加入一把麻椒 下面起锅热油 向锅中多加一点食用油 我这边天气比较冷 花生油都已经上沙了 开小火先把油化开 再用铲子扒着油 晕下锅 然后倒入准备好的花椒 开小火炸至变色 炸至变色后 用漏勺捞出来 接着倒入辣椒 继续小火 炸出辣椒上面的虎皮纹 炸出虎皮纹后 先放到盘子里 现在倒入准备好的香料 用小火炸出香味 香味出来后 我们倒入牛肉 转成中火 先把牛肉炒至变色 牛肉炒至变色后 加入30克米酒 现在我做菜喜欢加米酒 因为米酒不像料酒 有一股怪味 米酒它不仅能够去除肉腥味 它本身的甜味 使焯出来的菜会更香 下面再倒入60克生抽 40克老抽 10克白砂糖 炒至牛肉上色 炒出酱香味 我们向里面加入热水 因为牛肉本身比较柴 加冷水会更柴 记得加热水哦 先大火烧开 烧开后 把泡发好的干菜 全部放进来 这个时候 我们观察下水量 水量如果没有没过干菜 就继续向里面加入热水 热水要没过干菜 热水还要尽量多加一点 中途再加 会破坏味道 继续大火烧开 烧开后 我们由大火转成小火 慢炖一个半小时 炖上一个小时后 我们加入食用盐调味 如果一次性能吃完 食用盐的量 就根据自己盐味大小添加 如果一次性吃不完 就多加一点食用盐 这样放上三四天 也不会坏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继续慢炖20分钟 时间到后 放入辣椒 再盖上盖子 小火继续慢炖10分钟 现在准备一只空碗 向里面加入两小勺淀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调一个淀粉水 10分钟后 把淀粉水倒进来 然后由小火转成大火 收下汤汁 如果一次性吃不完 汤汁就不用收太干 下次再吃 我们可以倒入炒锅中 加热一下 或者盛到碗中 再附蒸一下 太香了 太香了 我的蝉虫又蠢蠢欲动了 明年我还要继续晒干菜 简直太好吃了 这样做 饭店60块钱一斤的焖咸菜 自己在家就能做 哇 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配米饭 拌馒头 简直是太绝了 明年这个红薯梗 我一定要晒的更多一些 这个红薯梗真的是太好吃了 软烂入味 特别香 越嚼越好吃 哇 牛肉 这次如果选的是肥料牛腩 就更好了 做出来不要太香 喜欢就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收藏支持一下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